第558章 同行 林帝之间一片狼藉,那四名风云王朝的强者气息近乎熄灭,而对于他们林栋也并没有理会,他看了一眼眼没深情顿具的方向,如今的他并不具备什么超级王朝,不过也并不想多一些可以避免的麻烦,所以类似这种留活口让他去通风报信的事,显然他并不愿意做。 林栋兄弟,那炎末实力不弱,而且手段众多,让林雕兄弟一个人去追。 那苏葵显然也是明白林栋的意图当即低声道,林栋笑着摆了摆手,小雕出手,不管那炎末有什么手段,都必然会是万无一失。 此时的小炎也是收回铁棍,壮硕的身躯落至林栋身旁,身躯所形成的阴影笼罩着苏葵等人,令得他们的心头如同被压着一块巨石般。 先前小炎的凶狠手段,显然让得他们心有余悸。 苏葵偷看了一眼小炎,那张在先前布满着惊人凶煞的脸庞,此刻再度地有着憨厚的笑容浮现。 在这种笑容下,恐怕任谁都是很难将那种浑身凶煞,满如修罗般的模样,与他联系到一起。 苏葵苦笑一声,在心中对林栋三人给了一个古怪的评价。 林栋他们的等待并没有持续太久,大约数分钟的时间,那远处便是有着破风声传来。 玄机一道身影踏空而来,几个闪烁便是落下了身来。 那副懒洋洋的模样,这是先前追出去的小雕。 哼,解决了。 林栋笑着问道,一只杂鱼罢了,算不得麻烦。 不过我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块精神雨,想来他们被杀的消息应该会在第一时间传到风云王朝的首领那里。 小雕漫不经心地道,一旁的苏葵文言眼神顿时急促地抽出了一下,目光有点不可思议地盯着小雕。 对于那研磨的实力,他再清楚不过,就算是他拼尽全力,也顶多只能在后者手中坚持实数回合便是极限。 但眼下落到小雕嘴中,竟成了一只杂鱼。 哼,你们真是来自低级王朝的嘛。 苏葵暗中苦笑,实在是有些难以相信,林栋三人竟然只会是来自一个低级王朝。 他们这种作态,说他们也是超级王朝的人,苏葵都不会有半点怀疑。 林栋点了点头,倒并没有意外。 这种消息,就算不被传回去,想来也瞒不了太久。 林栋兄弟,这一次多借三位出手相救了,这恩德、苏葵铭记在心,日后若是有机会,誓自相报。 此时的苏葵也是逐渐地清醒过来,面色一正,对着林栋郑重地抱拳,沉声道。 林栋大哥,谢谢了。 苏葵大眼睛,也是盯着林栋三人,感激得到。 林栋笑了笑,看了小雕一眼。 此次出手,大部分都是因为小雕从旁怂恿的缘故。 这家伙向来无力不起早,如果不是有什么盘算的话,做烂好人的几率恐怕极为的微小。 对于林栋的目光小雕咧咧嘴,但却是没有多说什么,但那闪烁的目光确实让人知道,他心中肯定转动着什么念头。 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? 林栋看了苏葵三人一眼,开口问道。 唉,我们也想去那远古战场合金地带,不过因为出了这档子事,只能逃亡。 苏葵苦笑道,来到这里的人谁都想被超级宗派看中,进而离岳龙门。 他们同样如此,但由于风云王朝的阻拦,他们根本就无法通过那万象城。 我们也要去那战场合金地带,如果你们愿意可以跟着我们。 小雕笑道,文言临动争了一下,显然是没想到小雕会主动邀请。 不过,他倒是没有想说什么反对的话。 对于苏柔这个依旧是带着纯真般的少女,他也是好感不小。 苏葵三人同样是有些发愣,他们盯着小雕,然后看向林栋,迟疑地道。 风云王朝的目标是我们,今天让你们出手相救,一是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。 如果再跟你们一起走的话,恐怕…… 哈哈,既然麻烦都来了,那也不嫌多啊,而且你们也不甘心被阻拦在万象城之外吧。 林栋笑笑,道。 当然,如果你们信得过我们的话。 啊,林栋兄哪里的话? 苏葵连忙道,他看了看身旁的苏柔,旋即一咬牙,说道。 哎,既然林栋兄弟都这么说了,让我们也就跟你们走一趟,只是后面的路恐怕会给你们带来一些麻烦。 林栋大哥,谢谢你们。 苏柔轻力的脸蛋上也是布满着欣喜,大眼睛望着林栋三人,眼中充斥着真诚的感激。 那倒是看得林栋有些无奈,而一旁的小雕更是干笑一声,有点不太自然地转开视线。 说到底,他是看中了苏柔体内隐藏的那股庞大力量。 虽说他没有夺取的意思,但一旦苏柔能够掌控那种力量,他日后也将会有着不弱的成就。 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一下援手,换回来的却是一笔无法丈量的人情债。 这种交易,向来老奸巨华的小雕自然很乐意去做。 呵呵,正好对万象城我们上还不熟悉,有人带路也好。 林栋笑了笑,然后转身目光看向远处,说道。 天色不早了,我们也动身吧。 闻言那苏柔连忙点了点头,身形一动略上半空,主动在前方带路,而在其身后,林栋、苏柔等人也是迅速地跟上。 在对着万象城赶去的途中,林栋的目光看了看小雕,嘴唇微动,有着细微的声音传进后者耳中。 你究竟想要干什么? 听到林栋的声音,小雕黑黑一笑,说道。 雕爷也是为你好,那百超大战可不是寻常对决,想要在那里面胜出,你不仅需要过人的实力,还得有着不错的红板。 这苏柔小姑娘钱力很不错,稍加培养,应该能够在百超大战中帮上不小的忙。 林栋怀疑的看了一眼小雕,这没心没肺的家伙会这么好心? 嘿嘿,一般说来,这种从远古传进来的力量灵魂,对于传承者的要求,苛刻的离谱。 但这小姑娘确实能够满足条件,这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。 我想就算是你遇见了,也不会有超过五成的几率,满足条件。 被林栋怀疑的盯着,小雕顿了一下,这才接着道。 这么厉害?林栋也是有点惊讶,她对于自己也算是有着不小的信心,没想到小雕说连她都不会有着超过五成的几率。 你这些年接触的人当中,能够比这小姑娘天赋更强的,恐怕就只有两个人。 哦?林栋好奇地转过眼,粗柔在小雕的眼中被评价得这么高, 竟然还有人能够比她更强。 这两个人跟你关系都不浅,一个是跟你有过一段露水淹缘的林清竹,另一个便是你的妹妹,清檀。 林清竹?清檀? 林栋嘴张了张,玄机甘笑道。 林清竹来力不凡,说她天赋超我倒是没什么,不过清檀那丫头修炼的时候也挺普通的。 歉,真要是论起天赋,那丫头足以能够把你甩得老远。 有些东西不是一开始就会暴露出来的。 小雕撇了撇嘴,她看了一眼林栋摸鼻子的郁闷模样,又是一笑,说道。 不过天赋固然重要,但想要成为天地间真正的顶尖强者,光靠此可不够。 心性韧性等等尤为重要,而你比清檀更好的也是在此。 林栋笑笑,脸庞上的郁闷一点点的收敛,但那母公确实略微的有些深邃,怕轻声挡。 真要达到那一步需要付出的实在太多,清檀固然天赋比我更好,但我却并不希望她在这一条路上走得太远。 那些苦累,我这当哥的来承受就够了,有谁欺负她,我帮她找回来便成了。 你也太霸道了点吧,你不让她去做,怎么知道她会不喜欢? 小雕道,林栋贪了贪手,也不与小雕在上面争辩什么。 她将清檀留在大阎王朝,在那种地方,想来那个丫头也会安安静静地过着,至于外界的风浪就全让她来扛着。 然而,抱着这般想法的林栋却并不知道,有时候事情并不会如同她所想象中的那般进行着,或许在那之后不久,她会看到另外一种出乎意料的一幕。 林青竹? 将清檀的事情压在心中,林栋的脑海中又是闪过了那道狱卒踏着清莲,如同狄仙洛凡尘般的清雅女子。 那是第一个与她发生过关系的女子,而对于她林栋心中也是极其的复杂。 这种女人完美无瑕,但也正因为完美令得人只能仰望。 对于这种完美般的女人,林栋向来是抱着近而远之的心态,但古墓中的变故确实因为她让得这份完美出现了一丝瑕疵。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瑕疵的出现,打破了林栋进而远之,不知不觉间那道轻盈,在其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。 那个时候起,林栋的心中便是有了一个,在旁人看来胆大包天的念头,她要这个在别人眼中宛如女神般完美的女人成为她的女人。 林栋从大阎王朝走出,义无反顾地来到了这片充满着混乱与竞争的远古战场,其中有着不小的原因,便是想让自己再度走到那个女人面前,然后告诉她,当年在那阎城之外的山峰上,她说的话并非是年少轻狂。 林庆主,你说的百朝大战可还拦不住我。 林栋抬头,目光望向天际耀日,嘴角缓缓地掀起一抹肆无忌惮的弧度。 到时候我会站在你的面前,然后跟你说,我睡过的女人就一定是我的。 那一年雪红夕阳笼罩的山峰上,少年望着面前清雅的美轮美奂般的女人,至而肆无忌惮地这样说道。 这一刻,亵渎女神般的感觉无比的美妙。 感谢观看